王祖兰和李亚楠,育有两个女儿,原来,她们的大女儿,已经开始上学了。 她们夫妻俩,亲自接送首次上学的女儿,李亚楠,依依不舍地,望着走进学校的女儿。 王祖兰近年回到TVB当高层,不过,在今年,她的工作,又有改变,那就是,回到内地,帮TVB,打理内地的业务。 凭着在内地以前打下的知名度,这次重新回来,也获得不错的成绩,但是最近,她已经悄悄回到家中。 回家后,她们夫妻俩,也是没有闲着,而是带着两个女儿去玩耍。 她们一家四口,去了恐龙展览等,当时,她们就玩得高兴,而且,还拍下多张全家福。 随后,还分享出了一家四口,在日落下,手牵手的背影照,这画面,看起来很有爱。 原来,她们的大女儿,也迎来上学的年纪了,她们夫妻俩,亲自陪着女儿去上学。 大女儿第一次去上学的日子,她们当然重视了,两人除了亲自接送,还在现场拍下一张恩爱合影,王祖兰,和女儿脸贴脸,她更抱着女儿。 王祖兰这张戴着口罩拍下的合影,就有点不像平常的她,看来,自拍的角度,确实还是很重要的。 随后,王祖兰,拍下了李亚男的一个举动,并且这个举动,是很多家长都会的。 当时,大女儿已经进入学校,不过,李亚男,明显还是有点担心,毕竟女儿是第一天上学。 李亚男站在围墙旁边,然后,望着走进学校的女儿,看来,这是全国家长通用的姿势。 而且,发现王祖兰的拍照技术,还是不错的,巴黎亚男拍的身材很好。